哈囉,各位MKC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播陳錫鈞 這次跟大家談談MKC議題呢,我們再來談談今年中國的大數據發展 在過去一年裡面呢,大數據在中國算是一個相當熱門的名詞 而本年度會有什麼樣的發展在這個面向上呢? 我想呢,首先我們來釐清幾個有關於大數據的概念 當聽到大數據的時候啊,過去一年內我聽到很多老闆 第一個反應就是,哦,大數據哦,我趕快把我棋棉鏈的數據丟上雲端 然後弄個資料庫再加個電腦我趕快把它分析,哦,就是大數據 舉例來說好了,如果我想從公司的資料中呢,找出說 到底哪個客戶可以這個帶給營業利潤 所以我就趕快去想,嗯,我成交的金額,成交的頻率 所以我趕快把系統去撈,撈這些資料撈出來 其實呢,這並不算大數據,這只是過去KM系統的加值應用而已 真正的大數據啊,不是在挖掘這些 你已經知道關聯性的事物 我用先用前面的例子來說好了 前面你要知道說,怎麼樣的客戶最容易幫公司產生盈利 那前面提到了,你會知道說,從過去的行為中 你知道常常來跟你買的,買的次數多的 還有買的營業額高的 這可能是一個可以判斷的依據 但真正的價值是,這些東西你都知道了 實際上搞不好,如果你有收集其他資訊的話 你會發現說,能幫公司帶來較高利潤的 還跟什麼?還跟那一天的天氣可能有關係 這個是我們所沒看到的關係 而大數據呢,正是找出這種關係 然後怎麼樣?逼你去找尋說 你原來沒發現的這些關係 透過哪些因素這樣串聯起來 以至於什麼?導引到你所要的結果來發生 如果大家有這種意識啊 在這樣之後呢,趕快找尋一些你認知脈絡之外的東西 然後就這些東西所需要的數據呢 趕快去建構你的資料收集機制 這才是真正大數據的開始 而大數據在中國呢,另一個未來發展的重點呢 就在於商業智慧的轉換 或者是說分析機械或分析機制的學習 我們看看喔,過去啊 我們大數據會說有價值是什麼? 是因為我們很會分析,用各種方法呢 來分析出它的數據的結構因素 找出我們的路徑,找出結構模型 來預測某些事情 那在前期呢,這些事情呢 可能要投入很多的人力 去做資料的清理啊 或資料定義等等這些事情 但是最終資料總會怎麼樣? 龐大一直長,長到一種你人力無法處理的程度 這時候呢,你要讓你的機械或是分析機制呢 能自動的學習就變得很重要 所以說那時候你要先讓你機械怎麼樣? 學會思考 那如果要讓你的機械學會思考呢 你人就先必須要什麼? 學會機器到底怎麼樣來進行大數據分析 換句話說,你要交會機器思考起來 你人要先學會用機械的角度來看事情 我舉個例子來說 我們顧問界最近很常在推什麼? 商業智慧系統 他就是可以把你公司裡面各種經營資料拉拉拉出來 然後呢,既然不告訴你說什麼? 我把你這些資料很漂亮做圖表畫 拉成柱狀圖,拉成圓屏圖等等等等 讓你很容易來看這些圖表 那做到這邊 然後呢? 然後還是你要忍耐來看啊 所以說如果到這個階段 他根本就沒有進入真正的智慧狀態 真正的智慧狀態是什麼? 是我能highlight出這些圖表哪些該看 甚至於這都還不算真正的智慧 真正現在就是告訴你哪些highlight之後 能自動幫你得出結論 那這些結論就是所謂的商業智慧 也是大數據最終所想要的最 呈現的最終形態 他能透過數據的不斷演練 數據資料不斷調整 然後模擬人的思維方式 或模擬這些資料整理方式 幫你做出決策來 那要做這件事剛才所提到的 你要學會機械思考 那機械思考是什麼? 其實就是數字的思考 因此提到這個點 就要回到我們之前大數據所談的 你要學會把行為事件進行數據化 舉例來說 剛才所說的前面提到說 如果你要找出對公司最能創造獲利的客戶 那這一個行為裡面牽涉了什麼? 可能不是牽涉客戶所反應的行為 而它包含了牽涉客戶那一天是在什麼情境下做決策 那天的體系很熱 那天的車流量很大 那天他和什麼人交談 那天他和人談了什麼 這些非數字的東西往往是決定性的關鍵 而數據化思維就是要想像 怎麼能把這些不是數字的東西轉換成數據紀錄 然後放入你的資料庫中才能進行來分析 以上三個點就是大概未來大數據所要討論的重點 2014年中國的大數據科技大會 您可以去看一下 它上面所討論的主題 大部分也是圍繞著這三個點為主軸來展開 那大數據就中國未來市場機會來講是很大的 中國民眾對網路的黏著性 它可以產生龐大的數據資料 而且幅廣闊各種業別也有很大的數據來源 最重要是什麼? 中國這麼大的數據來源 它卻沒有很成熟的數據應用機制 所以對有資進入這個市場業者來說 它算是一個處女地一樣 它到處充滿了機會 所以各位未來如果你們到中國做生意 你們可以把你們對大數據的聚焦 聚焦在我剛才所說的那三點 做大數據的轉換中間這些東西的處理工作 想辦法 第一要不知幫助人去思考數據有哪些來源 要不就是進行機械調教 想辦法讓機械學會學習 或者是引導企業去思考 把它swap的商業行為 盡可能的完成數據化 以上希望對你未來的大數據進行有所幫助 我們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